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内地股市半日做好 上证指数高开不足1点后 早段反复走高 半日升22点 收报在2596点 深正城市亦以半日最高位收市 收市报7733点 升98点 而护芯300指数半日收报3176点 升38点 创业版指数报1337点 升22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半日收报26572点 升240点 国企指数升90点 升10606点 而大市成交今晚半日是452亿多 接着这一节就有Jason和我们谈谈香港股市的情况 Jaso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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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港股今天高开之后 升幅又不断扩大 半日升超过200点 整体上大市气氛好像不差 而今星期五就是集团会面 见面之前大市会不会有力再向上冲多一点呢 是的 好像前一段时间说 市市很多时候都跌不下 就算是昨天早段都跌了八多点 到后来收市的时候都跌了几十点 收窄跌幅来收 今天高开了一点之后 都继续持着一个向上的动力 当然你说现在全球的焦点都一定是摆在 今个星期尾那个集团会上面 但是由于现在市场上面 对于这个会议 能够取得一个很完美的成果的预期 就不是那么高的 大家对于那个展望方面 又不是想象中是很乐观 所以我反而觉得有些惊喜 即使到最后能够谈得到一个完美协议 未必说真的可以完全取消之前收了关税 但是至少会不会有机会将未来会收的那一部分 可以有机会是延后或者税率上面有些调整 只要你说出道来不是说去到一个最恶劣 就是说现在这一批二千亿美金的商品 说会加两成半 再加上就说剩下那二千六百多亿的商品 又说要再征税了 那除非你说真的去到这个 就是这么严重的情况 那否则整个市 我觉得都不会有一个太大的问题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说现在市 就是开户之前 已经略略是有个爆边 就是看到今天都上回到 两万六千五百点流上 那要小心的 就是因为如果你说到最后 会真的开了出来之后 有个不如如期的结果 那一样是有机会堆下去 那虽然你说现阶段追货不是不行 但是在那个注码上面 都尽量是控制 就是不要说太过进取 那反而就 就未来即是当开完会了 见到市场反应都是正面 进一步是叫升了 是两万六千五这个关口呢 那到时候你说再追多一层上去 博的市 爆一层 短线的单边 可能上回去两万七千五 这些位置呢 其实都还有一定的水位 那所以在现阶段来说呢 你说完全没有货的 小小的买回一些 博去爆上是ok 那如果你说本身之前 已经是买了很多货呢 但是暂时都还可以叫做观望先 好啊 虽然整体大市的气氛就不差 但是今天都有些股份要下跌 就是要刨输大市的 那就是出了业绩的中延期三八四 看到半天股价都显着售额 看到事关中期业绩虽然多赚两成半 但是毛利率就要下跌 而且城市家庭用户的接入 看到首都出现了负增长 而富水也发表了一些报告 就说中延期现在越来越 依赖一些农村业务的盈利 但是这方面的业务可能就无以为计 而且现在可能房地产开发又放慢了 天然气的渗透率又好像越来越高 鞭商他们的增长空间是否越来越少呢 是的 中延期今次出来的业绩 你说那个利润都升得了两成多 又不是说真的算一个很大的惊喜 反而你说比起去对上的两年来说 那个升幅都明显是有个放缓的 但是今次的放缓不是因为top line做得差 你看看收入的升幅都还是相当之强的 反而就是在那个margin上面 就是边制利润率或者所谓毛利率方面 今次受压的情况都很明显 虽然你说按一个半年计 比起去年那个下半年 其实今次这份的业绩又不是算很差 margin不是说缩得厉害 但如果你说以一个同期 就是比起去年一个非彩暖季的一个季节来做比较 其实那个margin也缩得挺厉害的 特别是因为本身中延期现在去主力拓展地区 就再不是一些一二线那些的城市项目 反而是去到一些三四线的城市 甚至乎一些乡村的地区 那部分的地区在那个 无论接驳费也好 或者那个气价方面的上条幅度也好 都一定是没有城市延期是那么多的 所以变相在那个毛利在这些地区 相对是比较低的情况下 令到它整体的毛利率都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 所以你说今次份业绩出道理 都见到很多行都似乎 或者给那个feedback 不是说太正面 甚至乎都还可能担心 未来他继续要依赖这些农村地区 或者乡镇地区 那个margin是还有机会受压 或者在那个增长的幅度上面 未必说可以长期保持一个这么高的增速 所以他今次出完份业绩出道理 我觉得这个价是有机会会借回这个因素 会做回调整 毕竟你看到他出业绩之前 其实这个股价在对上的两个月 它是零零细细跑赢了整个大市 它也都由之前低位 说的是20元左右 升到上去昨天最高见过27.76元 你计算这个升幅也有接近三成那么多 现阶段出来份业绩不对版的 那只不然是借那个理由 令到它的股价做回套 所以短期里面 这个股份如果之前低位 真的买了货 我觉得都可以先行稳位去到吃了糊 如果这些位置再打算去买 再打算追上去 那我就不太建议 好 见到中延期半天跌3.8% 报了26.3元 接着想和Jason谈了腾讯 看到他连日都向上 都受到市场关注 看到今天同样都是排赢了大市 而接近半天最高位收市 收市报311.8元 升超2.6元 看到他半天都升穿310元的水平 最近都动作多多 又见到他又抢工日本流动支付市场 有些大行都看回他好一点 就预计腾讯的广告和云业帽 可以成为未来的增长动力 接着你看下一站 会不会挑战100天线 即324元325元的水平 坦白说腾讯近期所谓利好的因素 又不是那么实在 比如说和日本合作搞支付业务 当然长远来说可能会有些收益 但是你说短期这一两年里面 一定不会有很大贡献 而且初期的时间 会不会都继续要烧钱呢 或者和当地竞争对手去到抢市占率之下 令到一些推广的成本等等 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这一个消息 我觉得又不构成 腾讯在这一段时间上升得那么多的原因 至于你说有部份报告唱好 这个当然是一个positive的因素 特别例如法巴来说 BNP来说 那份报告都很主力说到 就说腾讯未来发展的方向 都会用一些叫工业互联网为主 主打企业方面的服务 比如说支付方面 云计算方面 他觉得这一部分的业务 未来的收入的增长的动力都仍然会强 当然我不反对这一点 之前见到在业绩出到来 那么多的范畴上面 单计收入的增速 都是说其他的业务那部分 是做得最好 但是这一部分有收入 但是等不等于短期里面 会有一个很强的盈利的贡献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没什么可能的 因为你要做云 或者你要做支付 本身那个投资期都比较长 和一开始是预算是烧钱的去做 所以你说之前他这一部分做得好 但是对于盈利的帮助 不是说特别明显 但是市场我觉得都已经是初步 将之前说的第三个业绩 做得一样的一个担心 暂时是叫做消除了 反而就说这一段时间 叫做做好一点 那些基金可能趁年底 要去做一个重新的部署 或者希望做好一盘的帮助 那有机会将一些 叫做之前跌得比较多的股份 又或者本身beta值都比较高的一个板块 是重新是增持的 所以我自己看 你说腾讯这一段的上升 不是因为由一个基本面的 明显改善所带动 反而就说有些资金的转向 或者可能是本身的技术走势上面 之前叫做突破了300元这个阻力 所以承着的势 叫做抽多一层上去 来带动这个反弹的行程 那短线由于成功穿了阻力位 所以我自己看这一层再爆上去 有条件上去330元这些位置 好的 谢谢Jason你的分析 这一节先跟你谈到这里 跟你申报一下 刚才我们提过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